银河E5和比亚迪元PLUS怎么选 这两天刚刚发布的新车银河E5 可以说是声量非常大 很多的车评人都到了现场 去看这个银河E5的发布会 而且银河E5的售价 也确确实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它的竞争对手呢 当然也有很多 有燃油车 也有新的原车 但是你把它和元PLUS 放到一起比较的时候 你就会惊讶地发现 银河E5 几乎就是照着元PLUS的模子去做的 说的不是外观 我说的是一个大体上的数据对比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 都会去模仿特萨的Model Y一样 也有很多的车去模仿特萨的Model 3一样 它的外观 内饰 配置 几乎都是向特萨Model Y去看齐 然后这一次呢 银河的E5可以说 也就是在向比亚迪元PLUS看齐 首先银河E5和比亚迪元PLUS 都是纯电的紧凑型SUV车型 而且呢 它们的续航也几乎是一致的 银河E5的续航是440公里 这个官方发布的CLTC的续航里程 元PLUS的续航里程是多少呢 430公里 而它们的尺寸 也是相当的 不过是银河E5 要比这个元PLUS稍微大一点点 元PLUS的长框高分别是 4455 1875 1615 首居2720 那么银河E5呢 轴距是2750 长度4615 车框1901 车高1670 那么在各项数据上面 银河E5都比这个元PLUS 要高那么一点点 最明显的是它的售价 元PLUS的售价 是11.98万元起 这一次 银河E5 显然有备而来 它们的定价 直接定到了11.28万元 现在下单的话 还有这个首购用户的这些优惠 到手的话 大约就是11万不到 可以说比这个元PLUS 要优惠到1万元左右 那么不仅仅是这些 在配置上面 银河E5也几乎 都是向这个元PLUS去看齐的 比如说 两者采用的都是 磷酸铁离的电池 两款车型 采用的悬架 也都是一样的 前悬架 是麦弗逊的独立悬架 后悬架 两者也都是 多连钢式的独立悬架 而元PLUS也不是 全面的被这个E5碾压 比如说在超声波雷达的数量上面 元PLUS有4颗超声波雷达 但是E5只有3颗超声波雷达 在扬声器方面 元PLUS有8个扬声器 但是E5只有6个扬声器 就如同特斯拉莫多歪 一个月的销量 有4万多辆 被很多人去模仿 一个道理 元PLUS现在也成为了 大家争相模仿的一个车型 给你11万块钱 你会选择银河E5 还是选择元PLUS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一起来交流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年车的发展